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的相同点事都越来越亲民了 不仅是为选手设计 也会同时间考量到一般消费者的需求 一直在自行车产业努力的梅利达 还有巨大两家公司 他们今年各有一款自行车 获得了台湾精品奖的肯定 梅利达推出的是一个全新的超级跑车 而巨大则是越野公路竞技车 这让自行车的技术又迈向一个新的里程 全新超级跑车瑞克多的推出 梅利达像是在向车界宣告 流线力学造型的车架 在顶级公路自行车市场上 已经成为新的流行趋势 想要追求极致性能的选手 瑞克多不容错过 其实它设计是要满足这些追求 极致性能的这些跑车的 公路跑车的爱好者 因为每个科技都从现有科技再往上升级一点 那我们也是从我们以前的超级跑车的 斯泰拉系列我们再往上up一级 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是追求一个 现有更好更极致的性能的跑车 任何的人都可以进入这个门槛 那我们强调的是一个低风阻的一个诉求 这辆超级跑车最大的创新价值 在于流体力学造型的车架 看起来简洁又快速 水滴式造型能够有效降低风阻 也能增加纵向刚性 不要小看这一点点改变 在分秒必争的竞赛中 这点改变往往能成为制胜的关键 最大的诉求不同点就是它的风阻 我们叫低风阻的这种设计 就是Arodemic Shape 这种我们叫水滴型的设计 我们在三月的这个德国的杂志里面 它把这部车子跟其他车子 拿去那个德国的一个风动试验室 那个在Dresden 一个很大的风动试验室 它拿去跟其他的这个车架 做一些比较 那结果呢 它是在一定的测试之下 它可以接受10瓦的力量 那10瓦对你对我都是很陌生的 可是我把它画成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说如果同样一个人骑这部车架 用时速35公里再骑 然后骑了45公里这么长的话 你可以节省50秒的时间 国际赛事最终的差异 经常只有半个轮子 省掉了50秒的时间 可以说是相当可观 五行中让选手节省很多力气 在体力经验等同样的条件下 就能够超越竞争者 除此之外 美丽达应用自身开发的前瞻技术 前叉结构结合特有的手管造型 使得车辆在转向上 能有更良好的操控 手管的部分我们是比一般的车子还要粗 它比较粗的时候 当你选手在过弯 高速过弯的时候 它不会抖动得很严重 它你会觉得说很安全 所以我们讲那种法夹弯你可以这样就过去 你不会在那边抖动 因为这样强度够 为了让选手在冲刺时 中心更平稳 力量也能做极大值的运用 车子底部也做了强化设计 你看选手如果在做冲刺的时候 它有时候会张起来 张起来踩 那如果这个地方比较软 它在踩的时候车架会扭 它会扭的时候就会把你的能量 你的这个它会吸收掉一些你的 可能就是你出力100 那应该就会把你吸收百分之10 那你只有出力9成而已 而且这样的设计让你在踩的时候 它其实是非常的坚固 它不太会变动 不太会变动变得说你踩100 它可能传导到最终的力量是 还是98 它的这个能量被吸收的会比较少 这两个地方做了强化之后 车体重量势必增加 要在哪里减轻一点以达到平衡呢 美丽达应用了在顶级车上 才会用上的双通管管材设计 内置乐条的安装方式 不但增加了车子的刚性和舒适性 也能创造出优秀的机械性能表现 与骑程舒适性能 这可是美丽达傲式路跑车市场的独门技术 双通管如果我们把这个 这支管把它剖开的话 它是长这个样子 像肾脏一样 这个管一般管是这样子 那双通管中间还有一道 所以它基本上看起来是两个通路的 这个叫double chamber 这个双通管 那一般我们的圆管是这样子 所以它圆管的斜面积就是这个圆圈而已 那双通管的圆面积就是这个 加上还有一条 在这边 所以这里其实中间有个好像隔间一样 就是你这个管中间有个隔间墙 那你也知道像一般房子如果说过宽的话 你中间有个隔间墙 它墙度会比较好 其实也是这样 因为它有这个隔间墙在那里 所以它旁边的这两道 我们可以做到很薄 路跑车的设计必须具有极佳的速度感外观 但是又要兼具实用 为了符合大多数人的需求 瑞克多的座椅高度可以调整 但是外观巧妙的设计 看起来具有一体成型的美感 它不是一体的 因为其实你可以把这个螺丝松开 让这个管材是可以上下微调的 那你在上下微调的时候 对一般的消费者来讲 如果说从假消费者换成衣 那身高可能差个五公分 但是它测架也可以用 它事实上是可以用的 所以我们也提供了多一个选择 让消费者 他也可以享受到那种 所谓的一体成型的那种美感之外 它确实是比较强 我想这也是 因为以前都一体成型 然后你不能取就不能取 现在比如说 因为我们的对象并不是只有针对 测对 我们的对象是 所有追求极致的这些消费者 所以有可能是你 有可能是我 郑文祥说 瑞克多不是最轻 但的确很轻 它不是最强的 但的确很强 借由水地形的低风组 轻盈的碳纤维布料 和特殊的管型几何设计 创造出平均而优良的性能表现 很难说是哪一个单向因素 让这辆车表现杰出 采取中庸之道 一点一滴的加加减减之后 在强度轻度取得了最好的平衡点 成就完美表演 我们唯一输了一点点 就是我们车子贵了一点 其中有一台好车是 网路在贩卖的 那你也知道网路在贩卖 一般都会比较便宜 它没有经过中间这个经销的通路 所以整体而言对这个脚踏车 我们是在我们叫专卖店市场里面 这部脚踏车在评比里面 那个IBD的评比里面是最好的一部脚踏车 就在三月 其实我们二月三月跟去年十一十二月 我们这部车就得奖无数 有一点感觉像有点2008年 我们那时候九六之尊的传奇这样子 所以我们希望说 今年可以再创造另外一个传奇 因为我们从登山车到跑车 美尼达传统像是登山车之王 其实会做登山车一定会做跑车 因为它有很多东西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广泛的消费者都有机会可以去接触 什么是一流的脚踏车 如同美尼达当初设计的目的 超级跑车已经成为全球风行车款之一 不仅在传统的跑车南欧市场卖得好 国内也有十多台 目前在全球卖到缺货 让业务都被催得不敢接电话 因为它其实它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这些制程基本上是我们的独家 的一个专利或者配方 那这些东西其实不是那么好生产 那既然都是顶级的车子 其实我们对任何一个小细节 我们都非常的挑剔 有一些小细节我们基本上会 甚至低调 所以我想追求量的成长 跟追求一个维持一个品质 跟形象我们希望后者 我们希望说在品质之后要最好 把形象维持住 因为一个车子 它的生命周期大概有三到四年 那这个今年是第二年 所以它还有两三年的时间要走 那我们不希望说 为了要满足这个快速的交货 然后在品质上有所犧牲 所以我们宁可取后者 但是当然我们会努力让 这个车子在大概七八月 就可以在国内市场看到 那我想它最大的能得奖 除了说它的功能性能非常强之外 其实这是一个已经在市面上 有实际的一部脚踏车 不是为得奖而得奖 所以它是有实际的脚踏车 有实战经验的脚踏车 然后又有国外这些得奖的一个加持 好 好